安寧病房最後讓他是很有尊嚴 怎麼說他最後在這個病房裡面是開心的 我身上沒有讓他有任何的管 其實我最後還要問他 你要回家走嗎 他說不要 我回家醫院走就可以了 他是肝癌 他走的時候才 病例上才42還是43歲而已 那個病患到後面 我幾乎是急診室的常客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會水腫 他水腫他就會整個緊繃 會不舒服 他是腫到非常的大的 那你該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只能來住院 你是不是只能來急診 我們去了四五次以上的急診 每次都能回來 但是最後一次 你會知道你不想去急診了 你不會回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吐血 肝癌到後面 你靜脈是曲張的 你下不了肝 你就往上面吐出來了 你知道在急診的時候 他好恐怖 輸了五代血 他吐血吐到其實是要走的 血壓一直在往下降 肝癌到後面 眼淚流出來都是黃的 因為黃膽會過多 那個過程是每個禮拜 每況遇下 然後你就會害怕說 真的會走 真的會走 真的會走嗎 你知道第一天來的是什麼 你如何準備 後續 什麼樣的是平死的症狀 我看了我都快昏倒了 其實 沒有辦法接受的是家人 其實我都跟他拔河 我都跟醫生拔河了 你怎麼不幫我打針 你為什麼不幫我救呢 你為什麼不幫我止血 他們也受不了我 前面都在輔導我 你不要這樣 就跟我聊聊 或是有志工會跟我聊聊 你不要這樣 你會以為你是最愛他的人 你會照顧得最好 抱歉 你可能也是給他壓力最大的 哪一個人 我們曾經八次都出院了 可是這一次沒有辦法出院 在最後一次出院的時候 他也是很想辦法 很舒服的狀況讓我知道說 我這一次打算先讓他回去 你還是聽不懂的對不對 他就說要有心理準備 你要不要去掛一個安寧 只有一個人照顧他的話不夠 其實當下 你還是接受不了的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自己去掛號 你先不要告訴你先生 事實上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告訴先生 他要走了 但是你會去想說 你真的就已經到這個部了嗎 其實一般人不是都會說 我在家裡走嗎 為什麼要來安寧病嗎 我先跟你講 我沒有辦法顧他 其實那個過程是 病人他在慢慢學習什麼 接受他可能會走 即便我先生他是心理系的 他早就準備好自己會走 在來之前他準備好了墓碑 自己還站上去 他怕我昏倒了 或怕我因為他走了以後 我沒有辦法處理好後事 他願意幫我弄好這個事情 然後把家裡所有的事情 錄音都錄給小孩了 他一切都準備好 該寫的都寫好 即便他是準備這麼好的人 他來安寧病房的第一天開始 他都還在重新接受 他會死亡的這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想像喔 他是走進來的 最後是躺著的 太難想像了 我跟你講 他也很難過 他不想讓大家知道 所以真的 他不想讓別人來看到 他最後的那一幕 可是對於我的孩子怎麼辦 安寧病房 我就是最後讓他是很有 他很尊嚴怎麼說 他最後在這個病房裡面是開心的 我身上沒有讓他有任何的管 因為我知道 他擦了管就 是流血不止的 然後這邊的志工幫他刮鬍子 然後還要安慰他說 你看長得這麼安寧 你懂嗎 那些媽媽都很愛心 就在摸他 你看這麼帥 然後幫他洗澡 他洗澡怎麼樣 洗澡可以簡直痛苦 你知道只要熱 就不痛 你明白嗎 有一張照片是這樣 舒緩了 臉是舒緩 因為熱就不緊繃 熱就放鬆 熱就不痛 大家都圍在旁邊 然後我老婆也很開心 你有沒有看過小孩 其實他回到小孩子的時候一樣 小孩子在澡盆一樣 你就所有人都七水八十的時候 就說好可愛喔 一直洗澡那種感覺 你知道抓粥那種感覺嗎 大家圍繞著他 我覺得他是很有愛的 他活得像個人 所以其實最美的回憶 其實這一段對他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洗乾淨的是多大的尊嚴 你是不是知道 醫生都會說很多病人到後面都有一個味道 病的味道 藥的味道 因為我先生因為有來這邊喔 所以就香香的 其實回家是怎麼感覺 我就告訴你 回家就是我可以不用有管子 我可以正常穿自己的衣服 我可以洗澡 我可以正常著 在安寧病房有這個感覺 其實我最後還要問他 你要回家走嗎 他說不要 我回家醫院走就可以了 我記得最後他之後跟我講說 就像回到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 認識的時候一樣說 老婆來牽一下手可以抱一下 其實他最後有放下了 他所有的精緻 直到他覺得準備好了 他就可以放下了 回到他原本喜歡的樣子 我印象很深刻隔一天的早上 他怎麼沒有 他怎麼沒有這個聲音呢 你知道我跟他說什麼嗎 你好像好一點耶 他好像急著要跟我們搭話 我不知道他是要走了 眼睛是閉的 他一眼 這樣子 再扎一下而已 然後一秒鐘 粉紅色變紫色 他是這樣子走的 一秒鐘 斷氣了 醫生就來告訴我說 某某先生 12點59分離開 所以我永遠記得這個場景 真的走了才放真大哭 其實那個臨終那個過程中 你如何讓自己無憾 讓他是無憾 非常難 他比我們痛苦 我要求他不差鼻未管 不要讓他痛苦 知道好就是 耶我們出院了 所以如果要照一般的來講法 他叫做無效醫療 因為他沒有回家 你要心裡要告訴自己是 不會知道好 他如果在醫學的定義 他是無效的 他沒有治好 可是什麼叫做有效的 我告訴你 他在面對死亡的過程 他不痛苦的 什麼叫不痛苦 他腫了 不用做急診室 到醫生這邊來 所以那個過程中 你每天都在思考說 怎麼樣讓他舒服 他如果一定會走到那個點 你怎麼讓他舒服的走過去 然後心裡覺得有安慰 娜娜有時候會埋怨他 他最幸福了 他是我這樣子手把手 最後照顧走的 真正的幸福 我明白就是 到最後一刻 他還是在替你著想的 所以我問你 反過來 在他最不OK的那 最後的那一段 其實我們的安眠病房 我只是希望他 我能為你做的是什麼 你怎樣讓你舒服 在我們部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單位 叫做安寧緩和醫療 我們主要是照顧生命末期的病人 所謂生命末期的病人 可能他們的生命期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甚至幾天幾個星期的時間 讓我很重視這些病人的生活的品質 因為他們是不可避免走向死亡 醫療團隊必須在這個重要的時間 提供給他們非常重要的照顧 我們那個李小姐她的先生 就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由我們的志工幫先生洗澡 在洗澡的過程 病人是有舒適幸福的感到 甚至還有歌聲 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能夠促進病人跟家人之間的情感的表達 所以我們講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所以要看病人處在的是什麼情況 我們給予他適切的醫療照顧 而不是用極盡的方式 不管這個病人的苦痛 用盡最後 那只是徒增病人的痛苦 增加家屬的悲傷 讓這些病人跟家屬了解 做這些醫療的處置 對病人是不適合的 只有增加他痛苦的 也來避免剛才您提到的 這種所謂的social的CPR 那就是說我們做了 實際上已經對病人沒有幫忙的 醫療的處置 我們必須認清這個問題 但是目前醫學的極限 即使我們用盡了 所有的醫療照顧 這個病人還是不可避免走向死亡 面對死亡 對所有的人都困難 對家屬也很困難 他的焦慮 他的不安 造成我們在醫療照顧上 是更加的不容易 因為面對死亡 對每一個人都困難 我們希望對病人 對家屬能夠去提早討論 他生命末期照顧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我們現在政府 極力來推廣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 讓人在意識清楚 可以決定事情的情況之下 對於他生命末期的一個 醫療的照顧內容 能夠提早表達他的意見 他的意願 讓他的親人也能夠了解 認同 學會死亡 才學會生活 才懂得生命 意思說我們出生就走向死亡 其實會生活的人 他是必須要懂得怎麼面對死亡 怎麼樣來離開我們人生的舞台 如果我們這方面能夠深刻的 能夠體會了解的話 我相信一個人的一生的生活當中 是會反而比較順遂的 因為面對死亡是人生最難的課題 沒有比這個更困難